广东煤洲食产180吨煤干石破碎生产线现场 现场视频带你了解操作过程 煤干石是采煤过程和洗煤过程中排放的固体废物 需要经过设备的处理加工才可得到可合的应用 首先由于煤干石原料形状一般都比较大 所以常常使用恶式破碎机进行初步破碎 处理成适合双击破碎机破碎的力度 把这些粗料由胶带输送机输送至双击破碎机进行进一步破碎 细碎后的煤干石进振动筛筛分出不同规格的物料 其中振动筛相当于一个分类器符合规格的运往成品堆 超规格大的石块返回进双击破碎机再一次破碎直到达到要求 这个过程中主要用到的设备有恶式破碎机双击破碎机原振动筛和输送机 恶式破碎机具备破碎比大运平稳的特点 双击破碎机是一种利用冲击能来破碎尝试的破碎机械 原振动筛采用从体式偏心轴激震器及偏快调节震幅 物料筛躺现长 筛分规格多 具有激震力强 筛分效率高 坚固耐用 维修方便等特点 煤干石的回收利用是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 了解更多信息 请关注博主 一起为环保事业出一份力吧 现在 引起来的适量